我们知道为什么叫梁聪建呢 宋代 宋代生活富足以后乱盖房子 乱盖房子官方就不得高兴 说你的房子盖起来得有标准 我们今天叫建造标准 过去叫营造法式 你看说的就比我们高 标准是一俗词 法式就是我们法定的一种形式 那么营造法式是宋代的古建筑学家李建 在大概900年前写成的 后来官方颁布 所以宋代北宋以后 一直按营造法式盖房 当年我就听王世襄先生说过 搞建筑的人不可以不读此书 我们都知道 这个林徽英跟梁思成先生 都是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专家 他们都写过 你比如梁思成先生写过中国建筑史 所以想让儿子就从事这份工作 或者是从继承他们的事业 这儿子叫梁从介 这个介就是李介 当年营造法式的作者 表明他一个是对儿子的希望 另外是对古人的一种尊敬 那除去诗人作家 这个身份之外呢 林徽英还是个女建筑师 他从梁思成先生一起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 勘察中国古建筑 当年他们去山西 就我们现在知道山西仅存的 几座唐代建筑 都是他们当年勘察的一个成果 这个学术成就到现在是举世公认的 林徽英呢 是一个南方女子 生于杭州 我们今天讲四大民国 四大美女 都是南方女子 04年 那时候还是光绪年间 林徽英就出生于浙江杭州了 那么因为他爹呢 在北洋政府就职 所以呢举家就迁往了北京 就读于北京的这个英国教会 办的这个学校 叫北京裴华女征 那就所以学会了英文 他在这个欧洲呢 这个期间啊 就结识了他父亲的弟子 弟子是谁呢 徐志摩 徐志摩当时呢已经是爹了啊 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所以就有了 大家伙啊 平时最津津乐道的那些八卦 他与徐志摩啊 21年 1921年 1921年现在19 现在2016年 95年前 16岁的林徽英 林徽英啊 今天活着101岁 你想林徽英16岁 你知道16岁的女孩啊 最容易被人啊 吸引啊 站在男人的角度说 他最容易被人家勾搭 那么男人勾搭的方法有很多啊 一种呢 就是用那种啊 谈吐啊 用自己的知识啊 用自己的才华 吸引对方 徐志摩就是这样 徐志摩也算是一个情种 徐志摩首先啊 看上林徽英的美丽 后看上了才华 我们一般都说啊 徐志摩是看上林徽英的才华与美丽 其实应该是美丽与才华 我告诉你 男人先注重外表 内在的东西是后来的事 所以徐志摩呢 就为林徽英写过很多情诗 按照这个徐志摩的说法啊 他二十岁以前的时候呢 与诗完全不相干 就是没写过诗 是因为预见了林徽英以后呢 就激发了他这个新诗创作 他就在这一年 他跟他的发妻张又怡呢 就提出离婚啊 这事还说起来还挺狂的 徐志摩还是在中国近代史啊 近代文中呢 非常有特点的一个 或者说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诗人 所以他是新乐派诗人 这个诗人他最著名的诗句 就大家比较熟的 就是在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写的是非常有意境 泰格尔1924年访华的时候 徐志摩和林徽英呢 共同担任他的翻译 徐志摩呢 向这个老诗人啊 泰格尔吐露了他自己的心声啊 他说他对这个林徽英啊 暗恋 他那时候还挺 还挺有意思的 暗恋跟别人讲 找一个老闺蜜啊 跟人家说去了 泰格尔那一脸大胡子 那经过事多呀 然后他看见林徽英以后呢 就忍不住了 你别误会啊 他忍不住想当月老 当个中间人牵线 不是老爷子忍不住了 想扑上去 不是这意思 想撩都没这个意思 替心有灵犀 其实只有一半心有灵犀的 一对青年男女呢 牵线搭桥 可惜可惜可惜 这事就肯定没成 之后 徐志摩就陪这个泰格尔 就去了这个日本 日本呢 这个林徽英和梁思成呢 就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那么当徐志摩后来跟林徽英 再见面的时候 四年以后 这四年就有很大变化 什么变化呢 林徽英嫁给了梁思成 这个徐志摩呢 就后一看这 你看这个 生米做成熟饭 变成人家的饭了 这是人家的菜 所以没招了 他就通过别人介绍呢 就认识了 你嫁作人妇的陆小曼 这徐志摩有意思 要不然就是自个儿结婚 追一未婚的 要不然自个儿离完婚 单身以后又追一已婚的 反正他这个事吧 就比较复杂 他俩人就相恋了 相恋了呢 这个三一年的时候呢 冬天11月19号 这个 徐志摩准备参加林徽英的演讲会 结果遭遇空难 就去世了 那么徐志摩对林徽英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是林徽英的文学道路上呢 应该说是一个引路人 你知道人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女孩啊 如果能碰到一个有才华的男人 对他终身都会有影响 这个影响至深 所以林徽英呢 也对自己的儿女说呢 说徐志摩当初的爱呢 就是当初那个爱并不是真正的我 他是用一个诗人浪漫的情绪 想象出来的一个我 就是一个林徽英 而事实上我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林徽英为什么要说这番话 其实他应该说 事实上我就是那样一个人嘛 只不过当时因为跟阴错阳叉 所谓阴错阳叉 就是他碰见了梁思成 他跟梁思成肯定是郎才女貌 不用说啊 这个门帝 门当户对 他们在婚前 就本身就信奉西方的这种爱情生活 当时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很多知识分子很向往西方 因为那时候西方的大门刚打开嘛 对传统的中国文化非常的不喜欢 你都是这个都得经过媒妁之言 你都得找个媒婆 在那个复杂的中国婚礼很麻烦 所以很向往西方 那么林慧音跟这个梁思成啊 梁思成我们都知道是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啊 同赴美国这个宾大啊 攻读建筑学 因为建筑学呢 过去有还是有歧视的啊 这个一百年前呢 不收女生 觉得女人弄这事好像有点离着远 所以林慧音当时注册的时候 都不是建筑系 是美术系 后来呢 他就专门去修 因为美国的这个学校都比较开放 你是美术系的学生 可以到建筑系去修课嘛 所以他就选修了 他的这个建筑系的所有的课程 实现了自个儿的这个志愿 1927年的夏天呢 他毕业以后呢 又到了耶鲁大学呢 又学了半年 这半年我觉得就算镀金了 学习了戏剧这个舞台美术设计 你学建筑的学 这个就比较简单 28年呢 这个两年以后 林慧音呢 跟梁思成呢 就到了沃泰华呢 在他姐夫任总领事馆的 中国总领事馆呢 就举行了这个婚礼 新婚之夜 这时候梁思成 可在新婚之夜 有问题要问 他说有个问题 我只问你一次 这个你有时候也别相信 很多人都这么说 夫妻之间说 我就问你一遍 这辈子问一百遍了 他说我这个问题就问你一遍 说以后我不会再提 说你为什么选择是我 林慧音很巧妙的回答 他说这个问题呢 我要用一声来回答 你准备好听我的回答了吗 民国范儿的这个 女孩子都比较矫情 你知道吗 这个 你要是林慧音 你怎么回答 你要让我是林慧音 我如果是林慧音 我就这么回答 我就说这问题 我也在问苍天呢 梁林结婚以后 梁思成对林慧音呵护备志 我们能看到一些照片 现在有很多照片 林慧音还是比较瘦弱的 两人致力于他们最热爱的建筑事业 所以他们就去 北方大地去考察 考察了中国十五个省 走了将近二百个县 考察测绘了就具体数字 两千七百三十八处古建筑 很多东西是画的图的 比如我们今天 全是中国的重要的文化遗产 比如山西英县的木塔 是中国乃至世界 最大个的木制单体木制建筑 五台山的佛光寺 唐代建筑 这些都保留了当年林慧音 他们测绘的这些图和照片 正是因为 他们夫妻二人的努力 才使最后梁思成破解了 中国古建筑的一个奥秘 完成了对营造法式的 一个彻底的解读 这里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金月林 哲学家 逻辑学家 这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做事就跟人不一样 他暗恋着林慧音 是他们家的邻居 执教于北大清华 你看 没有不牛的地儿 这人最牛的是什么 他这一辈子都暗恋着林慧音 终身未娶 他是 梁家 就是梁思成夫妇的家里的 做上课 随时都可以推门就进 文化背景 这个相同 志趣相投 交情也深 长期以来 匹林而居 金月林很有意思 他对这个林慧音的 长相才华 都是羡慕之志 就是对自己 我说多少都有点自残 对人家尊重 所以就不结婚了 就变成这么一个 复杂的三角关系 梁思成林慧音不可以 不可能不吵架吧 一吵架 就找这个哲学家 这个逻辑学家来 给判断 因为他比较理性 很冷静 金月林就来仲裁 仲裁他们俩的爱情 所以把自个儿越割越高 你想这哲学家 这逻辑学家 又喜欢他 也不能表露 所以就干脆 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他这个 我们做不到 在这一点 我们真的尊敬 金月林先生 人家能做到 以自己最高的理智 驾驭自己的情感 爱了一个女人一生 不出格 不像现在 全是隔壁老王 是吧 隔壁小李 是吧 这叫隔壁老金 以后记住了 隔壁老王是什么意思 我不说 大家都明白 他一直是个林家大哥 是隔壁老金 人家有金鱼一样的品质 我觉得人有这样一个一生 也是很有特点的 所以谈林徽音 不得不谈金月林 抗战胜利后 林徽音全家 于1946年回到北京 当时是北平 52年 我们都很知道 梁思成和刘开渠先生 主持设计了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 林徽音就被任命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建筑委员会的委员 他当时报病 他参加了工作 完成了这些设计 我们今天 你可以看到北京 当时50年代的十大建筑 每个建筑都保留了 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 1955年的时候 林徽音 因为他身体移植比较弱 后来就病情急剧恶化 导致到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4月1日 林徽音病逝 享年51岁 那这个很好算 他大我51岁 因为我是55年 3月22出生 他在我出生后的 10天 10天 病逝 林徽音辞世以后 金月灵等好友 共同给诗人提了这样的一幅晚年 这晚年写得非常的精彩 叫一身诗意千寻铺 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们再说说陆小曼 陆小曼 中间跟林徽音 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有间接的关系 你想这徐志摩 中间两两头脚踩两只船 一边一个 那么陆小曼 那也是清末的人 他是江苏常州人 你看那时候美女 不是杭州 就是苏州 就是常州 就那一块 长三角 地带的 他身份很简单的说 就是近代的画家 女画家 他有师父 师父就是谁呢 刘海素 陈伴丁 贺天剑 晚年呢 他当然是变成了专业的画师了 他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 也不是多少届了 我现在都不清楚了 就中国过去 每几年搞一届 就是全国的画展 他第一届 第二届 陆小曼都这个 参加过画展 陆小曼也擅长戏剧 过去的这个人 不管是什么 戏剧都看得高 不管你是我们传统的昆曲 京剧呢 还是画剧 所以他当时呢 还跟徐志摩合作过 创作过五幕话剧 叫 汴坤刚 陆小曼 他最有名的事 就跟徐志摩婚恋 他这个婚恋呢 就使他成为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陆小曼很早就结婚了 他当时结婚的这个人呢 叫王庚 王庚这个人呢 其实也算是一代名流了 他1911年清华毕业后 就保送到美国 后来在美国呢 密西根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就读 你想这大学全是 一等一的常青藤大学 他在1915年时候 就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 这个文学 这个学士 后来去了哪了呢 你都想不到 他去了西点军巷 那王庚回国以后呢 就到北洋的这个 去陆军部任职 当时这个王庚呢 就以中国代表团 五官的身份 参加巴黎和会 你想这身份非常高 后任的交通部呢 这个这个副司令啊 护鲁军的副司令 晋升少将 这官很大了 当时啊 王庚跟陆小曼的结婚啊 包括那小三算是徐志摩吧 徐志摩其实也不是 就这三角关系是当年的热门新闻 这种新闻到今天都是热门新闻 那1922年呢 这个19岁的陆小曼离开了这个学校 19岁今天就相当于大一嘛 也就是的 大一大二 他奉父母之命呢 就与王庚呢 就结婚了 他在这段婚事中比较被动 比较被动 蜜月的这种激动呢 平息后平静后呢 他发现自己不快乐 这个他结婚第三年以后呢 这王庚啊 怎么给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 我觉得跟他这身份都不符 你说这西点军销毕业的 那到什么警察局啊 结果王庚呢 就要这个陆小曼就随同前往 那当上这个扶唱扶随啊 你就得去啊 他跑哈尔滨去了 这陆小曼一到哈尔滨就不行 不习惯 为什么 你想想 哈尔滨吃什么呀 吃红肠加蒜 那大蒜肠啊 吃完了一天都有味儿 吃那大脸巴 你知道什么叫大脸巴吗 就是那俄国大面包 特硬 你想想 江南女子都是吃 吃那面条都跟青糖挂面 都是那面条都细 你说他到那吃那大脸巴 他不习惯 不习惯呢 就跟王庚呢 就开始两地分居 你知道民国时候一分居就麻烦 甭博民国今天你两地一分居也麻烦 更麻烦 这王庚呢 又特别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前途 那一代人都是这样 陆小曼一想去玩呢 他就说 我没矿 让志摩陪你去玩吧 这事悬了 以后别这么说 谁都别这么想 王庚根本就不会想到 这样处理问题会产生他自己的婚姻危机 你知道这王庚啊 为什么这么放心 让徐志摩陪陆小曼玩吗 是因为他跟徐志摩在美国就认识 他们过去留学的时候就认识 很熟 他就没想到这么处理问题会产生婚姻危机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这么去做事 越熟越要小心 徐志摩呢 跟陆小曼在一起 那王庚首肯呢 就是玩的就不亦乐乎 朝夕相处日久 肯定生情啊 那徐志摩也想 反正是你们家先生让你跟我玩的 那么王庚调到哈尔滨呢 这个去当这个警察局长呢 那徐志摩就跟 因为他分居嘛 就跟他这个陆小曼的接触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这一多呢 感情就越陷越深 感情这东西这事啊 一两句说不清楚啊 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 那么陆小曼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结了婚的人啊 他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深的这种伤感 那么这时候呢 王庚又跟陆小曼就发生大的争执 吵架 这个陆小曼呢 在众人面前就收到了王庚的这个 辱骂 你知道这个夫妻之间 第一是不能动手 动手基本上不能挽回 辱骂也是个问题 尤其不能当众辱骂 所以呢 这个陆小曼就说 我今生我不回了 不回你王家 我走了 最终呢 就导致了啊 那当然这个 这个陆小曼家里也比较支持他 最后啊 1925年啊 就跟王庚离婚 离婚以后第二年 次年就跟徐志摩结婚啊 那么陆小曼跟徐志摩的这个再婚 是当时顶住了社会很大的压力 徐志摩的父亲呢 徐深如呢 是浙江省海宁县当地的一个父亲啊 有钱 就是按现在说 就是地方土豪 他认为这儿子离婚啊 过去的那土豪也有规矩啊 就说他认为儿子离婚 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你再娶个有夫之妇啊 这有辱门风啊 过去你知道门风 家风很重要 这时候徐志摩呢 只能南下 先跟自个儿的爹商量 就说 我这第二次婚姻大事 确实是大事 说我确实太喜欢他了 跟这爹商量 这爹就说什么呢 就说 如果你要再婚 就得征得你的前妻同意 张优怡啊 前妻同意 结果前妻啊 通情达理 同意以后呢 但这爹还是心里不痛快 说你这事就 就不是个好事 最后就通过很多人 去斡旋周旋啊 最后这个徐申如啊 这个这乡申呢 才勉强同意啊 因为过去啊 你这这爹不同意 儿子肯定不能 干这储逆的事 就是爹不同意 我生着结婚去 不不 不行 还得尊重爹 就咱们都得 让这爹同意了 最后呢 这个徐申如就同意了 儿子的第二次婚姻 徐志摩 第二次准备结婚 结婚啊 谁来证婚呢 哎呀 证婚人太牛了 梁启超啊 梁启超就对这二人 徐志摩陆小曼二人 进行了一顿训斥 这都是训斥非常有名 我来这里 做这场婚礼的 主婚人 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我今天来 是为了说几句 不中听的话 让社会知道 这种恶力 不足取乏 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 你这个人生性浮躁 以至于学无所成 做学问不成 做人更是失败 你的离婚再娶 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 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 希望你今后 客尊父道 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 总之 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人 最后一次结婚 这就是我的祝福 梁启昭 当然他一开始 他还是觉得这事 还是对封建 这所谓的礼教 还是有突破的 所以他还是比较 同情他们俩的这种婚姻 但是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他必须批评他 批评他 所以这段故事 使两个新人 感受体小皆非 只好委屈 这时候不委屈也不行 你都结婚了 你得了那么大好了 说批评两句就批评两句 那么不幸的是 徐志摩后来遇难 陆小曼 悲伤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知道 连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 陆小曼清醒以后 坚持要去山东 挡家庄去接 徐志摩的遗体 当时那个飞机 都飞得比较慢 那飞机又比较小 又比较低 所以他不像现在 现在空难的场面 都比较惨烈 当时空难的场面 有点像现在的车祸 就是基本上还能找到人 当时还能找到 他当时这个陆小曼 画的一轴画 那画搁了一个铁盒子 里面又烧掉 你要赶上 现在的空难很难找回来 结果 所有人都劝他 说你不能去 你这个陆小曼 你要去你那个伤身 伤气伤身 最后呢 让徐志摩的这个儿子 他在给徐志摩的晚联中 是这样写的 说多少前尘成噩梦 五载哀欢 谁也能感受到 那么徐志摩 与陆小曼的婚姻 是冲破了当时社会的 所有的束缚 自由结合的 虽然彼此之间 都有很多伤害 但他这种深深相爱 我想我们今天是没有了 陆小曼的后半生非常长 他其中中间还有一个人 叫翁瑞武 是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他擅长的是推拿 推拿就是今天说的按摩 他给陆小曼按摩 你想一个心灵 受到如此重创的人 如果有一个人体贴 他给他按摩 按摩是要有肢体接触的 我们今天啊 大家都很习惯 就出门做个按摩 不管做个毒底啊 甭管是异性的 还是同性的 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但是在退回去 退回几十年前的民国呢 这个事情是并不多的 尤其男医师 给女子去按摩 那么翁瑞武呢 很喜欢陆小曼跟他 后来呢 就算是厮守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呢 也循循善诱的 老是劝导他 排除他的精神苦恼 我想如果没有翁瑞武出现呢 可能陆小曼后来 也活不了那么长 那么他们俩 这个在徐志摩 这个 去世以后呢 这个相守的时间呢 将近四十年 非常长 这个1960年 那个翁瑞武才去世 1965年呢 陆小曼失事 当时呢 陆小曼岁数不能算 太小了 62岁 我们说民国四大美女 剩下来啊 全是演艺界人士 周璇 1920年 民国初 生于长洲 他本姓苏 原来叫苏璞 我觉得他们原来的名字 比后来这周璇狂 苏璞姓苏璞 是为雕琢之意 取天然纯真的意思 他们家有兄弟姐妹八个 我们今天一听都晕 现在兄弟姐妹有俩仨就不得了 他八个行牌老二 1923年的时候呢 他被抽大烟的这舅舅 民国书抽大烟 这个危害社会 这舅舅就把他偷偷拐片给卖了 卖给了一个王家 卖的王家改名叫什么呢 简单 王小红 最普通的名字 王家夫妇离异以后 又把他卖给了 就本来说卖 可能送给了一个上海 姓周的 所以就叫周小红 你看这名字有意思吗 改个姓就得 结果周家的呢 这个家境的